那你知道有的时候 弟兄姊妹在过年的时候 她会碰到一个压力 是因为她的家人 特别是父母亲 还没有姓主 所以还是有家族的一些 不管是祭祖啊 拜拜啊 你怎么看这个 也有其实在家人 喜欢在这个 过年的时候小赌 那基督徒应该怎么样 在这个当中互动 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真理 当然就是说 十路新书十五章里面 其实十路新书十五章的 整个脉络就是说 其实外邦人 他们信了主之后 得救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恩典 是因为他们的信心 所以他们不用去遵守 很多的这些凡文入节 但是有几件事情 是不可少的 所以这整个经文的脉络 是在一种 减少外邦人的负担 但是要禁戒记偶像之物 然后勒死的牲畜 血跟奸淫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 不管是祭拜偶像 或是吃祭偶像之物都是不好的 那么也是跟奸淫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境界的 那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当我们 还是需要到一个时间点 我们就是必须要去 面对我们的家人 我们必须要很诚恳的 去面对我们的家人 跟他们来沟通 但是带着很深的爱 去告诉他们 但是我经历到很多很多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已经预备好 就是说没有饭可以吃 被赶出家 要被爸爸妈妈打 但是想不到 他们去沟通之后 竟然可以得到爸爸妈妈的谅解 或者是有些 虽然当时一瞬间是没有谅解 可是后来 他们就可以不用再拿香了 也不用再吃祭拜偶像的 或是分出了特别的食物给他们 就说这个是没有拜过 我真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听过好多好多好多这样的见证 我自己也经历到 我的太太也经历到 所以我会鼓励 弟兄姐妹说 在家里面刚强地为主站立 我也会鼓励说 就是但是要带着很温柔的心 是很刚强的 但是也是很温柔的 而且特别在每一年农历年前 我们都会特别为那一年刚信主的人 鼓励他们能够在家里面 他们起来这样子为真理站立 但是也相信 这个其实也是神开始祝福他家的起点 也是神开始把他祝福 涌流在他的家里面 因为其实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个事情 那我们不可能会看到神应许的 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是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其实不是只是他们同意我们 不要再拜拜 跟吃祭偶像之物 有一天他们也不会再拜拜 他们也不会再吃祭偶像之物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要求主给我们智慧 那第二个是关于赌博这个事情 我觉得赌博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有这种 想要急速发财的心 如果 当然我不要讲说过年的 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个人他投资股票是很投机的 或者是他做很多事情 是带着这种赌博的心态 在做这个事情的 那真正的问题是在说 想要急速发财的人 这样的人不免受罚 或者说圣经上讲说 贪财乃是万恶之根 这样的人会用很多的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或者说贪恋财力的人 是扰害自己的家 或者是说 真言28章里面讲说 以贪财为可恨的人 必年长日久 所以如果你赌的是 真的是我们 觉得圣经的角度讲 就是不是很赞成赌博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到这种 好像说 有时候我跟你打赌 赌一罐可乐 赌吃一顿饭 我倒觉得也没有这么严重 就是说 这个是好玩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打一个球 我们来 我们赌等一下谁 请喝饮料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属于 这种贪恋财力 或是想急速发财 但是我的点比较是这样子 像我的家庭 我们家没有这种习惯 我们家是我爸爸妈妈 没有叫我们打麻将 或打扑克牌 我刚好也都学不会这个东西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会 但是我知道很多家庭 玩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讲 那跟桌游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两样 我个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但是我觉得 在我看跟桌游 没有什么两样 只要你不要读到 你知道有些人赌到 输到最后就是 他会不开心 或是赌到日夜颠倒 那我就觉得比较不好 就是我通常会跟 你前面讲个点子说 如果这个金额并不大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开心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赌到 整晚都没有睡觉 那你很难去 你知道我们新年开始 就变成整个萎靡不振 很难 对或者说 感情不好 因为输太多钱了 所以我就说也不需要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觉得其实面对农历年跟家人在一起 其实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用太 好像感觉我们好像跟他们很不一样 或者是说我们会 我信了主之后我都不能跟你们玩 对对对 然后也都不能做 我觉得当然祭祖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要说 其实关键也不是在回家拿不拿香 其实是在于你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 因为我觉得最后父母亲其实常常会 有一种尊重是看见你生命的改变 看见你生命的见证 所以他觉得说 第一个那个见证 其实很重要的是 你对家庭的一个尾声 就是说孝敬父母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不拿香 就是不孝 这是一般华人的传统 会对基督徒有一个迷思 可是我觉得那一个孝敬 或者是说孝顺 其实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表露出来 以至于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拿不拿香 那一件事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拿香本身也是只是一个仪式 但是其实它所要代表的 祭祖的那个那一种 其实就是我觉得那种对于感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祷告 为家人祝福 或者是就是说有很多种方式 包括其实初五开工的时候 也都会很多时候在公司行号 他们都也会有这个祭拜的一个行为 那基督徒怎么样面对 在你的职场当中 会有某种程度 这样也是一种压力 可是你也可以做一个选择 说我是基督徒 那我不拿香 我就是为我们的公司祝福祷告 其实也是 但是重点是 你平常要有这样一个生命见证 所以为什么我说 其实基督徒真的要发挥影响力 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以活出一个基督的典范 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 那关于赌博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跟家人在一起 其实真的 它其实就有一点是那种 让长辈这种开心 然后跟晚辈可以玩在一起 有的人说这个可以预防老年失智 对 而且重点是说 那当然你说平常要这样的玩法 好像有一点点钱 作为一点点的这种驱动力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然后好像赚一点小小的外快 刺激感这样 对 我觉得其实是OK 我觉得基督徒也不需要 抓着这个东西 然后觉得说 这个不讨生死约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在这样的场合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里面 去享受跟家人 跟家庭在一起的时间